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些很基础的点 可能对有的同修来说 已经不能够满足你们的需求 但是我们这里估计的主要是没有零基础的 就像我们以前学英语的漫班 主要是以这样的为对象 我们从最基础的地方来学习一点一点的讯息 那首先呢我们现在首要的目标还是来通过理论的 以及通过别人的例子 以及我们自己的写作来体悟什么是论 那么今天呢还是三个内容 我们上个星期呢香港高中生议论文 这个学习呢没有来得及 那今天我们首先就把这一部分的内容先学习一下 这一部分内容学习之后呢是 后面又有两个补充的学习 一个呢是逻辑词和那个观念词 另外呢还有一个小文章 这个呢正好都是中国的范师傅他找到的 我觉得呢也挺适合我们这些 就是临近书的同学来一起学习 非常的感恩他的善缘起 以及能够善于发现的种种这些殊胜的因缘 善根 如果说这些学了之后还有时间呢 我们就再来重问 这个顾问对逻辑和论文方面的开始 好我们今天呢首先来学习这一篇 上个星期没有学的这个 香港高中生议论文 这篇的题目叫 染发上学的学生 就是坏学生 因为很多中学里面呢 他是不允许学生染头发的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这一篇论文呢是这个老师设的这个题目 让大家来写 我们还是按照平时的惯例 首先看看哪位同修 好的小菊同修 非常棒 随喜随喜你的善根 我已经拆除我的心思了 吴京的感应随喜赞叹 那我就放卖 宫琴小菊同修上卖 来带领我们学习一遍 吴京感顾问师傅们三宝的慈悲互念 我来接着读这篇 香港高中生范围熏悉 好 谢谢 染发善学的学生 就是坏学生 年级 中三 作者 蔡凯玲 批改者 吕冰老师 范文 闲时与朋友一起逛街 常会听到一些成年人说 看 那个学生的头发 染了颜色 这么爱漂亮的学生 一定无心向学 肯定不是什么好学生 对于这些人的说法 我一点也不认同 染发的学生 并不一定是坏学生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 学生染发 只是爱漂亮的表现之一 爱美是无罪的 相信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不爱美 我们追求美食 追求美的环境 追求美的家居 等等 既然这样 学生追求个人外表的美 希望借助染发 让自己外表变得漂亮 这有什么错呢 据报道 现今很多国家都准许中学生 染发上学 例如日本的学生 就可以随意染发 其次 学生染发 只是一种外在行为 并不能根据这个行为 就判定他们的品性有问题 事实上 许多染发上学的人 并不是坏 他们有许多 都是勤奋好学的 对老师和同学 都很有礼貌 学习成绩也不差 因为我们绝不能依据 因此 我们绝不能依据个人外表 就断定他是否是好学生 也许有人会认为 这些学生 染发上学 是故意挑战校规 我觉得 并非如此 他们 并不是故意惹是生非 现今许多学校 规定学生 不准染发 这是因为 学校觉得 没有染发的同学 就是纯洁 朴素的 但这观念 并不正确 因为两者 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在现今社会 有哪个阶层 没有人染发 就算是一些 最应讲究外表端庄的职业 例如老师 政府官员 也都有不少人染发 既然如此 为何中学生就 偏偏不准染发呢 难道 对不同的人 就可以有不同的标准 总而言之 染发上学的学生 并不一定就是坏学生 学生染发 只是为了外表的美 与品格 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因此 请不要说 染发的学生 就是坏学生 好 无尽感恩 好 谢谢 谢谢小鸡同修 谢谢您精彩的读诵 带领我们学习了一遍 那么这篇短文 我们学到可以学到一些什么呢 我们再来从头看一下 那这篇的论题 是什么呢 好 这样看就好一点 好 我们看这篇 这篇的话 它标题 是一个疑问 那我们想一想 它回答了这个问题吗 看它是不是开宗敏意 第一段就回答了 是 好 谢谢 第一段它就回答了 而且它以一个自己引出来 引出来 它就表明了它的这个观点 表明了它的观点 认为这个染发的学生 并不一定就是坏学生 因为一般呢 好像是认为是有这样的 好 那么下面 它从几个方面来论证呢 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它的层次吗 它从哪几个方面 它有几个论据啊 好 追求外表美而染发 小吉同学说 这是一个 这是一方面 你看它这个是不是也用了这个 表达这个层次的这几个连接词呢 首先 其次 总而言之 最后来一个总结 他们基本上都会用这样的词 这样的话就很清晰的表明了 它这个段落 与段落之间的一个关联 那么首先它第一个层次呢 它是从这个美 追求美 是 它染头发呢 它认为是一种爱美的表现 那么追求美的话 那么是我们人人都 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来一个反问 然后大家看这里 它是不是也有证据呢 然后它也举了一个日本的学生 然后其他的国家 很多国家 然后呢 取了一个日本的学生 就可以随意的染发 这也是一个论据 当然呢 我们也要看看 我们也来看一下 这个老师 首先 我们先把这个大概的讲一下 大概的我们过一遍 那么其次呢 它是从 这个呢 它从内在和外在 这个来看 刚才呢 它是一个外在的追求美的表现 那么另外呢 它染头发 它只是一种外在的行为 外在的行为 这样并不就能够证明 它的内在品性有问题 这就是它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论证 这一段呢 这一段呢 也是 就更加进一步的论证 这些染头发的学生 他是不是在挑战校规 主要是校规 学校他认为没有染头发 就是纯洁 朴素的 你看他抓住了这一点 他自己设的大家的一个共识 或者说一种普遍的看法 他认为有问题 他提出了一个问题点 认为他有什么问题呢 因为他是这些看法呢 把一个外在的行为 和内在的品性 必然的联系在了一起 那么他也举例来反论了 来反论 你看其他就是有一些 其他的职业 讲究外表端中的这些职业的人呢 他们也都染发 他以这个来为例 来反证他的 并不说你染了头发 就是内在的品性 就有问题 最后来一个总结 所以他不一定是坏学生 是外在的美 关键就是他主要是 抓住一个外在的美 和品格呢 没有必然的联系 所以这里也有一个因果 因为所以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 在里面 也是有这个逻辑关系 推出来最后 那么我们看他这篇 就是很清晰 也是可以说是 沉沉推进的 只是大家读了之后呢 有没有觉得他有什么不足呢 就是他这个很清晰 我们因为这个高中生这些议论文 现在可能对我们很多老师同学来讲 都有点太简单了 是吧 好像一下就 呀就没了 那就很容易 他也很清晰明瞄 不过呢 我想我们就是先把这种 非常简单的这些 你看他的套路 基本上每一篇都是 他都非常的清晰明瞄 然后呢 从几个点 他虽然说 可能从我们从深度啊 从其他这个广度啊 有利啊 这些方面来讲呢 他可能有些欠缺 但是他那个模型 你看他是不是每一块 他都基本上是这么做的 他还是层次还是很清晰的 那我们写今后也是写的好的 你也是在这种基础上去发挥它的 至于你那个形式 也许你写熟了之后 你就不一定那么词般硬套的 一定要首先其次 怎么怎么着 也许你不用这样的词 但是呢 你也脱不了这样的一个 整个你要论述什么问题 你的论题 论点是清晰的 然后呢 要围绕着这一个论点 去论证 你看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这种简单的 就让我们一目了然 非常清晰的 能够体会到这一点 他要论证的就是 他认为 染发的学生 不一定是坏学生 那么他始终是在围绕着这个问题 在说 他没有偏提 是吧 从这点来讲的话 他就做得很好 他从不同的角度上 就是去论证 他这个染头发的学生 不一定是坏学生 好 我们下面呢 再来看一下 这个为什么要设这个题目 这是这个老师 他当时设题目呢 他主要是想让学生 要能够表达个人 对这些事件的看法 他们写议论文单元 这个以后的一个练习 题目是由学生自己定的 学生可以选择个人 有兴趣的话题 表达个人对该事件的看法 他关键就是训练大家 要能表达自己 对某个事情的看法 那批概的重点 主要就是说 你要有这个议论的这个要素 运用议论要素的能力 也就是说 你要有这个论点 论据 这些要素 你都是要有的 你要怎么样运用去证明 然后呢 你论证的条理 他比较注重论证的条理 重点呢 就是看看学生 能否清楚的表明 个人对某一个事情的观点 并提出适当的论据 支持个人的立场 所以他主要是要考察这个点 考察这个是不是 首先能不能清晰的表明自己 对某一个事的观点 并且呢 提出适当的一个论据 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那我们刚才大致都过了一遍 这个呢 在论文当中都体现出来了 那论证的时候的条理清晰 也是一论文成功的一大关键 因此呢 本文就以此为批改的重点 审查学生的论证 是否有条理 这也是一个 主要的一个点 那么他一开门见山 可以说这个学生呢 是开门见山 他就明确的提出了他的论点 用此很肯定立场鲜明 好我们再看下面 下面这一段呢 他紧接着要论证 论证的第一段呢 他是以反问句来呈上其下 你看他首先他表态了是吧 首先表明他的观点 染发的学生 并不一定是坏学生 那么他紧接着用一个来衔接 我们这个在刘教授的讲座里面 也讲到了 那么就是段落和段落之间的衔接 他用了这样的一个反问句 来衔接他 为什么这样说呢 好然后又用首先 来表明以下呢 是第一个论句 所以他都是也是非常清晰的 然后用其次来表明是另外一个论句 这些呢都是属于我们前面学到过的这种 他也可以叫做是标识与的 连接或者是关联 连接词与的运用 他是每个论句呢都很清晰 那后面呢 他是在正论 正面立论之后加以破论 使论证呢就更加严密 这里是一个破论 他是什么叫破论 他是提出了别人的一个观点 是吧 别人的一个观点就是 学校他制定校规 制定校规不许染头发 可能他就是认为 因为觉得这样没有染头发的同学 是纯洁朴素的 他就要对这个给他破掉 所以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观点论点破除 最后呢又来重申一遍 重申一遍他的这个是 就不一定是坏学生 他染头发只是外表的美 与品格没有必然的联系 所以都是其实非常鲜明的 他这篇我们看得出来 这位作者他的观点是非常鲜明 那么论证呢也是很清晰 几个段落 只是呢论句呢 我是觉得他的论句 如果我们当然从学书论文的角度 虽然讲了还是不够充分 比如说他用这个句报道 这也许只能是在高中生的时候 允许这么做 那进入了大学之后的话 都不允许这样出 不允许这样的词的 像如果真正的学书论文 你光是说个句报道 那句什么报道 什么具体的信息都没有 这样的话的话完全可以是自己 想当然的写出来的 大家看是不是 就是如果从严谨的角度上来讲 他这个不构成论句 但是呢在高中的阶段呢 可能就没有要求那么严 那他至少是相信他们也是 去根据报纸啊 其他的这些来做的依据 但是我们作为学书论文来讲的话 我们大家也要注意哈 就是我们自己经会学论文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能以这样的论据 说据报道什么怎么着 那你如果说真是据报道的话 那要写得清清楚楚 据某年某月某一个杂志 或者是某一个报刊 某年某月怎么说的 那这些都是要有处处 而且下面呢你要把这个连接 或者说他其他的这个信息的来源 都要标注出来 这个才是构成一个客观的 现实的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论据 你光是说一个据报道的话 这是不构成严密的论据的 这一点呢 我想就是我们现在要注意 我们要对自己要求高一点 不能够跟这个高中 这个要求不能只是这个水平 这一点呢 请大家注意一下 后面他这几个这些论据都是 是卡菲德老师也是 很有体会 光是这样的话 肯定是论据不够的 我想大学本科里面都不行的 那么他下面这个呢 他也是主要是一种逻辑推理 就是推理性的这样的论证 你看他说 这个呢 他的观点是很明确的 他认为是外在的行为 并不能够根据这个行为 就判断他们的品性有问题 那么实事上 许多染法上学的人并不是坏 他没有许多事情很好学的 这个呢 好像也是一个证据 但是也不够 不是很够说服力吧 他这个也是 还有这里的 这里的论据也是 那么 这种也是比较宽泛的 大家看是不是 也是比较宽泛的一种 总之呢 他我们从论点 论据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他是做得很好的 就是从论文的 这种格式 从格式 从这个八股文 这个框框来讲 框架结构来讲 他是做得很好的 很规范的 但是我们如果说 从这个论据本身来讲的话 我们就不能够向他这个靠起 我们应该向更高的去靠起 好 我们看看最后的 这个老师的总评 及写作建议 本文先立论后破论 每几条 每几个论据 自成一个段落 再加上标示语的运用 就是这个 首先其次 使全文的论证条理 甚为清晰 至于作者的论点 亦在文章第一段 就开宗民意的表明 而且语气坚定 有效表明个人立场 在文中 作者多次以肯定的语气 重申个人立场 及破词相反观点 这一点相当值得赞赏 确实 所以我就说 他那个旗帜很鲜明 因为他们这个老师 他出这个题 就是要让大家练习 要明确清晰的表达 自己的观点 所以说这一点 他做得很好 而且他是多次以 肯定的语气 我们现在结合 我们刘教授的学习 以及逻辑学的学习 大家还想得起来吗 我们逻辑学的学习 在哪个地方 学到了要用肯定句 不能用否定句 是不是也是在讲到 这个概念 你要立论的时候 你就要肯定 这一点是值得想 因此可以 因为可以读者 对作者的立场 有一个明确的印象 这种方式在进行辩论时 尤其实用 尤其是双方在辩论的时候的话 更是需要就是多次重申 你个人的观点 以及波持相反的观点 因为他后面也有一个反论 看老师的批开感想 学生写作议论文 除非是一些脚冷门的话题 否则多能表达 否则多能表达个人的立场 但是论证的技巧 却往往是拆强人意 就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思路混乱 论证实欠缺条理与层次 这是这个老师 大家观察到学生们的 一系问题 那有的时候 多数时候呢 我们有自己的观点 可以表达自己的立场 但是呢 他这个论证的技巧 就不一定好了 有的时候就思路呢 比较乱 缺乏这个条理 与层次 可能就一会儿想到这里 一会儿想到那里 还是组织不好 另外一个呢 就是学识平法 对社会事务也没有什么认识 以知写作事 欠缺论据 另外呢 就是没有论据 只能泛泛而谈 说福利不足 实际上呢 多举一些生活实力 或个人经验 前人事迹做佐证 甚至是一些名人语力 不但可以加强说福利 更能使文章深色不少 因此平时呢 亦鼓励学生多关心此事 若有需要 可以在写作前 要求学生 搜寻一些资料备用 那么现在的话 尤其像大学研究生 那些不用去要求了 大学生自己就会去搜索了 因为没有搜索 他也写不出来 现在互联网时代 以收也是一大把 现在的还要培养一种功 一种能力 就是你怎么样去搜索到 有用的信息 以及在一大堆信息里面 你要能够迅速的 快速的捕捉到 对自己有用的 自己需要的那一类的信息 这是我们现在 也要培养的一种能力 这个能力也是非常重要 至于论证的条理 在学生初学时 可以给一些范文供学生模仿 这有助于学生掌握其中的窍门 就是论证的这个条理 比如说扎这里 首先扎这些 他可以找一些范文来给学生模仿 让掌握其中的窍门 那么我们下面紧接着的要学的 那个几种 九种逻辑关系 表明九种逻辑关系的这个词语 那它也是 也是属于 应该是属于这一类 就是让我们的论证更有条理 因为从这些词语 它本身就在表明一种逻辑关系 这篇高中生议论文的范文 我们就一起学习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有我没有讲清楚的地方 也欢迎大家现在提出来 我们一起探讨一下 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往下面进行 下面呢 就是有这些逻辑词 这个逻辑词呢 它也是因汉对照的 我们以前我发过几个网址 那么那上面也有一些 这个网址呢 是尊贵的范师傅布施恩赐的 那么这个网址 哦 这里有 哦 就这里 不知道呢 有没有统修方便来 上来带领我们读诵一遍 它说的有九种关系 然后呢 我觉得它这个很清晰明了 比我们以前找的 这个视觉效果也很好 非常棒哈 好 郑师傅随喜随喜赞叹 好的 恭喜郑师傅上麦 我方麦 谢谢所长 谢谢大家 论文结构复杂难懂 用这些逻辑词就对了 除在论文数量 急速攀升的年代 信息数量也随着急速爆发 读者如何快速获取重要信息 变得越来越关键 对于论文作者而言 其重点则是如何利用文字 高效展示科研成果 从而使读者更容易在最短时间内 获取最重要的信息 使读者更容易获取有效信息的关键 使论文需要有合理的逻辑推理和结构框架 其基础则是文字写作中的逻辑关系 因此本文总结了学术论文写作中 常见的九种逻辑关系 包括比较关系 逆境关系 归纳总结 举例关系 强调关系 时间顺序 因果关系 重申关系和转折关系 同时本文并归纳了各类行中 常用词汇 希望能够为科研工作者的论文写作 提供一些素材 为了比较容易理解 学生先读完中文 然后再读英文 第一个是比较关系 中文含义 第一个是相比之下 就是by contrast 和什么什么对比 compared with 相反的 conversely conversely 对比而言 in comparison 替代 instead of 同样的 likewise 不仅而且 not only but also 相反的 on the contrary 相似的 simil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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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是 异境关系 在什么什么 以外 beyond 除了 except for 此外 furthermore 此外 in addition 而且 moreover 最显著的 most significantly 更重要的是 what's more 第三个是 贵纳总结关系 另一个要记住的 关键事实 another key fact to remember 另一个关键点 another key point 简而言之 in brief 中上所述 inclusion 换句话说 in other words 简而言之 in short 总共 in sum 总而言之 to conclude 总而言之 to summarize 第四个是 举例关系 举例说明 for example 例如 for instance 在这种情况下 in this case 举例说明 taking something as example 举例说明 to give an illustration 更简单地说 to put it more simply 第五个是 强调关系 尤其 especially 重要的 importantly 更何况 not to mention 显著的 notably 明显的 obviously 特别低 特别的 particularly 显著的 significantly 毫无疑问的 undoubtedly 第六个是 时间顺序关系 此时 at this time 最后 finally 最先 first of all 第一 二三 firstly secondly thirdly 同时 meanwhile 之前 previously 同时 simultaneously 然后 avain 当时 问 同时 in the meantime 现在 it's present 第七个是 因果关系 根据 according to 因此 accordingly 因此 as a consequence 结果 as a result 因果 because 因此 consequently consequently 由于 due to 为此 for this reason 因此 hence jianyu in view of 参考 preferring to preferring to 因此 and therefore 再次 条件下 end the condition 第八个是 chongshen 关系 换句话说 in other word 再次 chongshen once again 那就是 that is 也就是说 that is to say 换一种说法 to put it another way 一九个是 转折关系 虽然 although 尽管 如此 even though 然而 however 尽管 in spite of 尽管 如此 nervous ness 尽管 如此 noxeless 虽然 notwithstanding 另一方面 on the other hand 不管 regardless of 谢谢 主张和大家 好 谢谢 非常感恩 正规的 郑师傅 太棒了 您的英语 也顶呱呱的 好 六 无尽的 随喜 赞叹 以上口 囊囊上口 读得 又准又流利 非常的赞叹 随喜 我看这些句子 对我来说 也是很受教 因为我自己 基本上 也没写过 英文的论文 那么这些 也是很有帮助 特别是 我觉得看到 这个转折 关系这一组 这一组里面 有好多 不是那么熟 其他的 好像还 基本上都 还能够 大概猜得出来 这里面 好多都是 没怎么 平时没怎么 意识到 就像 比如说 这个in spite 尽管 尽管如此 这些 还有他 好多个 尽管如此 好几种 表达方式 也是深深的 受教了 非常感恩 大家 感恩 范师父的 善缘起 以及 妙法恩赐 以及 正师父的 这个布施 这个法布施 都是 你们都是 法布施 崔喜 赞叹 大家的 善给 因缘功德 好 我们下面 还有一个 还有一篇 好 这篇的话 这篇是有一篇 范文 那么这篇 虽然是一个 科技 论文 好 哎呦 我这也怎么不能够 范师父下载了 好的 那如果你 你来帮我们分享吧 看到我这个 这篇 好像是 没法连接 哎 这下又有了 这下又有了 好 大家这个 看的还清晰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 他看的 好 这篇的话 我们也还是请 哪位同修上来 方便呢 跟我们读一下 对这个很清晰 我也放大了 好 小级同修 恭请 恭请随喜 随喜赞叹 你们善给 预员功德 发布式 好的 我方卖 恭请小级同修上 不尽感 顾问 师父 三报们 谢谢你们 论文 向实验报告 经常会看到 审稿人的意见 说论文 向实验报告 或者 更确切的说法 像一句 行尸走肉 没有灵魂 这不是个别现象 甚至还比较普遍 那么我们今天 就来探讨一下 论文的灵魂是什么 在写作中 怎么为论文注入灵魂 以及用一篇优秀论文 来案例说明 论文写作的灵魂是什么 2014年4月16日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元喜教授 在科技论文写作与基金申请 若干问题的专题报告上说过 创新是科技论文的灵魂和价值所在 既然创新是论文的灵魂 那么有没有人想过 论文写作的灵魂是什么呢 我们在语文课上 经常会分析 一篇课文的中心思想 对于文学类文章 我们可以认为 其表达的中心思想 就是灵魂 这个也可以直接套用到 类似的社科 社科类科技论文中 这个也可以直接套用到 类似的社科类科技论文中 但对于工程类科技论文 既然其灵魂是创新 那么科技论文写作 就是正确简洁和有重点的表达 创新观点 这些科技论文中的新观点 承载了我们一个又一个疑问 比如苹果为什么会从树上掉下来 而不是飞上天 比萨斜塔 测试中两个不同大小球 为什么能同时落地 神舟12号飞船 速度为多少时 可以摆脱地球的引力 神舟12号飞船 速度为多少时 可以摆脱地球的引力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 回答科学问题 就是论文写作的灵魂 第三 怎么写出有灵魂的论文呢 浙江工商大学 于丽萍教授曾经说过 要写出漂亮的 有灵魂的论文 首先 学者必须具备 深邃的思想 开阔的心胸 奇妙的构思 这需要积累和训练 有时可能是 与生俱来的一种洞察力 很难学习 可以努力 能够提高 虽然灵魂之类的事情 比较难 但也有比较简单的方法 来问论文 注入灵魂 以下就是 几种简单的方法 一 首先确定论文 要回答的科学问题 比如在论文写作 甚至在实验设计方案之前 我们需要非常仔细 想一想我们 即将要写的这篇论文 需要回答的科学问题 有哪些 其中的误区 要么是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或者是要解决的问题太多 让好的观点 埋没在一堆观点或者文字中 二 写作时 需要重点突出 有地方式 这也是良好表达的基础 一般来说 一篇科技论文 能够回答 两到三个科学问题 就非常好了 但我们也见过 想要改变世界的论文 里面罗列了非常多的问题 其写作没有重点 有些也舍不得删掉 审稿人很难看清楚论文 所要表达的观点 三 分析时应该围绕科学问题 我们要非常清楚 科学研究 不是为了那些漂亮的数据和图片 而且为了回答科学问题 我们经过很多 获得若贝尔奖论文的图片 都非常朴实无华 且枯燥 四 确定结论和分析 是否回答了这些问题 一篇论文的成败 要看这篇论文 是否回答了应该回答的科学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论文没有前后呼应 到后面我们都忘记了论文的目的了 第四 案例分析 下面我们以一篇科技论文来具体讨论 一篇论文的灵魂是什么 以及怎么为这篇论文注入灵魂 如下图所示 这篇论文是关于工程族的结构应用 其免费下载地址为 所长我不会读英文 参会 这些我不会读 以后我会读 好 谢谢 我们发现有很多论文 很容易陷入到为了分析数据而分析 而这篇只有八页的论文 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案例 来说明以上的讨论 这篇论文主要探讨了工程族 在结构方面性能 其对两种工程族进行了四种点心的结构测试 其拉 压 检切和弯曲四种测试 然后分析了四种测试的实验结果 最后与木材的性能进行了对比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篇论文想要回答的两个科学问题 即灵魂就是A工程族的结构应用的潜在在哪 B工程族与木材和工程族和工程木材 在结构性能方面有哪些区别 我们可以看到整篇论文都在回答这两个问题 其中没有花燥的测试方法和成长的数据分析 甚至其中大部分图片都非常简单 围绕回答这两个科学问题 就是这篇论文的灵魂所在 论文结构 当然 四 论文结构 应用于结构的工程族 前沿灵魂问题 测试方法介绍 四种测试结果 讨论与应用 再就是结论 当然 这篇论文也有继续改进之处 比如在实验结果分析时 其数据未能与木材和工程木材进行定量对比 另外结论中没有来重点快概括工程族的具体应用等等 但这些不能妨碍其成为一篇优秀的论文 常会 我又不会念 写作 请问 真师傅 这个怎么念 这个 checklist checklist yeah check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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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 最后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感恩师傅们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回答科学问题 就是论文写作的灵魂 我们在论文写作中需要紧密围绕这个来进行写作 我们需要在论文写作中抛弃花哨图片和花哨分析这样的误区 做真正的科研而不是为科研所累 最后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篇文章的灵魂呢 谢谢 谢谢小剧同修 这一篇就完了 就完了 感恩您带领我们学习 这一篇 大家写到了什么呢 是不是他这个也是讲的很精彩很清晰的 那我想这其中特别是这几点呢 这几个方法其实对我们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虽然它是主要是科系类的文章 它这里介绍的是科技论文 那么它也是社科类的科技论文 那我们还有可以分成三大类吧 那么还有工程类的科技论文 社科类的 那我们呢 我们那个不属于 我们平时写的就是社科类的 社会问题的这些论文 还不是科技论文 科技论文就更加的具体 更加的实在 它这个的话 但是我们看到 不管它是哪一类论文 那它首先就说 你的灵魂 你回答的问题是什么 要清晰 这里也讲到了 特别它讲到了 中间我觉得有一点 这个很有意思 写作时需要重点突出 有地方是 这条是不是我们自己以前也犯过 或者说也很容易犯 就是在社会科学类的论文里面也是 那它不管你什么样的内别的论文 你都要 问题不能太多了 你这篇你的问题 你看它这个 他们这个科技问题的话 它还是非常具体的问题 你即便是具体的问题 那种很实实在的问题 你也不能回答多了 你就是两个三个 你看像这篇 它这篇范文的话 就是两个 那我们社会科学也一样的 如果说我们一篇论文里面 大问题小问题 就是说你 哪怕就是包括你那些分论点 如果太多了之后 是不是让人看得云里雾里 不知道你到底要说什么 他说这个我们有的论文 他说我们也见过 想要改变世界的论文 因为科系里面的话 他们可能就想创新吧 比如说你搞一个 一个大的一个问题 下面呢 你要回答很多问题 他要把整个世界都改变了 要去创新嘛 那里面就罗列了非常多的问题 其写中就没有重点 尤其他也舍不得删掉 因为在他个人来看的话 他觉得都很重要 那但是别人看的人 就很难看清楚了 不知道你这篇范文 到底最后有什么贡献 到底说清楚了什么问题 那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尤其值得我们接见 不过现在的话 我想我们法师们 现在这一点都很清晰 也都掌握得很好了 也舍得砍了 以前也有的法师 也是舍不得删 自己找的那些资料 但是呢 他自己也搞不清楚 反正我就堆了这么多 有那么东西 我觉得都挺好的 我就舍不得删 但是呢 你就让读者看起来 就很难受了 他要在你那大堆里面 去给你理啊 理不清楚啊 所以在这个问题 是不是都是通的 这个论文的话 我们从这些 也可以体会到论文 他的一个精髓 你就是要论证清楚你的问题 论清楚你的问题的话 就是通篇 你要围绕到一到两个问题 你问题不能太多 你就要围绕着你的主题 一般来说 我们现在的主张的话 你是有一个大的论点 你就要围绕着你这个大论点 当然你大论点 你可以分成两三个小论点 分论点来论证 但是你也不能够分得太多了 不能论的太多了 那我们也学到了 你精致它结构 它也是有结构 也要层次分明 在这个当中的话 你还要注意你的层次分明 假设你的 就是要让人看得出来 你是在围绕着 你最终 你是围绕着一个大问题 大问题下面你又分成了什么小问题 这个小问题里面又有什么论据 那你要层次要清晰 你结构清晰 别人读起来就很爽 我就知道你层层推进了 我首先有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它又可以分解成下面几个问题 下面的问题 我又用什么证据来论证它 如果你分得不清楚的话 你什么都周在一起 也许你是分论点的论据 然后没有说清楚 别人以为你是主论点的论据 它就会搞不清楚 所以这一点的话 不管是科技类的论文 社会科学论文 高中生论文 你看是不是都是相通的 那么我们高中生论文是最简单的 一般我们现在学的就是三 基本上就是两三段 每一段的文字也不多 但是它都体现着一个 就是说你一定要清晰 你每一段你要论证 你从不同的角度去论证 围绕着你前面的论点来说话 这一点都是相通的 那么这个科技问题也是 像它这个局的话 就是它要回答这个工程组 它的一个公用问题 要回答两个问题 工程组的结构应用的潜力在哪里 它的结构性能方面 它和其他的木材和工程组的结构性能方面 有哪些区别 它就围绕着这两个问题 在那里做试验 它做了几种试验 好像后面也有更详细的 那个大家也可以去看 它那个英文的你可以翻成中文 那么它就为什么说 它只有八页 它这篇论文也不长 但是它觉得很优秀 因为它就是围绕着它的问题 也说得很清楚 然后这里它也分析了它的结构 它先介绍 然后它的提出它的问题 然后它的测试方法 然后把四种测试的结果呈现出来 四种结果出来的时候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它就要有所讨论了 那么就要确定它 这些都是很专业的 以及它要想回答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从它的测试结果来引出 它想回答的另外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 然后讨论和运用 那么它跟其他的物材有什么区别 最后总结它未来的研究方向 我们社会科学也是 它有什么运用 可以怎么运用 或者说它还有什么具现 等等 你看是不是都是相通的 灵魂 我们论文的灵魂都是一样的 就是要把问题说清楚 好的 我们今天就一起学习到这里 非常感恩大家 抽出这么宝贵的周末的时间 陪伴我们一起来学习 好 恭送大家 感恩大家 我就停止分享 放卖了 下面接着 我们跟着我们的方老师 再来学习英国的妙法 好 我放卖